生活的故事 生活的故事从来不像电影里的片段 刺激的场面其实都是家常和理断 谁说英雄不能誕生在灵力之间 守护着日常的生活也不知道疲倦 张家的猫咪李家的狗他三天两头走散 小两口贼老别牛也得讨厌相选 有时候他抱怨两句在所难免 当有很难找警察那绝对不是许言 老龄老龄的幸福在自己的心里 老龄老龄的幸福值得人在旅行 老龄老龄的幸福在大伯儿的眼里 老龄老龄的幸福是为了老百姓 是为了老百姓 老百姓 你们警察怎么练枪啊 你枪把特准啊 我最近练得也不错 要不我给你表演一个 行吧 林聪 你疯了 between the situation 泽和泽尔 川先生 让我们见见 聪奕 roph positions Something 爯了 上手 window 二股 师傅 您有证实啊 师傅 师傅 你就是传说中 那个老警察吧 会不会老吃啊 白长那么大个一眼了 我有那么老吗 有啊 站住 你这杆枪不错呀 我收枪可是有标准的 不是什么枪 都能入了我的法眼 还有法眼呢 身边还挺高啊 你说这个世界上 那么多可以喜欢的东西 你为什么偏偏喜欢枪呢 枪有一种机械的美感 你懂什么呀 没有办法 我就是这么强大 站住 别动 你别拉拉拉拉 你拉错地了 你知道你为什么喜欢枪吗 你那是在刷存在感 你别忘了 这是一个法治社会 有人管你 我为什么喜欢这市警服 因为我每天干的是正事 是好事 是老百姓拥护爱戴的事 你可不行啊 你敢拿这个枪 光明正大的走在大街上吗 你不敢 你只能悄悄地躲在没人的地方 自个儿悄悄地玩 是 就算是你今天遇不上林大鲁 你明天也会遇上一个鲁大鲁 或者斯大鲁 总理 闭嘴 你是老警察吗 你是老太太吗你 我老爷们 站住 我不管你是谁 你根本不懂我 也不懂我的世界 我还真想知道 你的世界是什么 原来你是这一关的老板 你可看好 我有兄弟 有装备 我满血 通关的神器在我手上 你确定 你要做今天的老板吗 老板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你离死不远 我死 今天让你知道什么叫双杀 都别动 你们被包围了 不管谁问起你 你就说我让你来的 月 受伤了 上月 我 好 兄弟们 下来把六十二页的作业 运政完成 好吗 好 下课 我到时 再见 再见 他还没来 我 你说人意会在家等我们吗 睡了就知道了呗 你干嘛撞我呀 没事 不好意思啊 阿姨 没事 没事 你没完了是吧 你当小时候当上瘾了吧 一次透不着还透两次 非得让人喊出来才行啊 你神经病啊你 说谁呢谁想偷啊 你 我看见你偷他东西了 你说看见就看见了 你说看见就看见了 这就是你神经病 我告诉你啊 你再胡说八道 你谁给我撑我你了 姐 算了 你这个人真有能的呀 你这肯定不是第一次吧 派出所有案底吧 要不然咱们就去派出所走一趟 你说去就去 你谁呀你 不敢去了吧 咱们要是去派出所 要是能证明你不是小偷 我给你道歉 要是不行 正好拘留你十五天 我告诉你啊 你别给我胡说八道 再胡说八道 媳妇真臭你 你干嘛 你干去吗你 不敢去就肯定是小偷 还吓唬人家小姑娘 你是男人吗你 就是 敢去吗 走 我告诉你们 你们都给我打开 走 走 别跑 你怎么胆那么大呀 我真怕要动手打你 谁打谁还不一定 你看着那个新鲜的样 这种人最会气味发意 小姑娘 谢谢你啊 你刚才故意证我 就是在提醒我吧 姑娘 你还挺胸的 不过这以后啊 还得注意自身安全才是 是啊是啊 一定要注意安全 怎么回事啊 还真不在家 老不在家 电话也不接 婊儿 她不会被绑架了吧 婊儿 薛薛 你怎么才回来呀 你们找我什么事啊 你就让我们在这儿说呀 那去老地方 我举你们来 走吧 走 看什么呢 别看了 走了 走了 你去接着打电话 挡着听听视线 我跟任意说点事 快去快去 快去 喂 表姐 我是萱萱 我没什么事 不是 我有事 我问你 你现在做的 是不是就是串销 你别装傻 我跟萱萱现在 见你一面不容易 那两个人 是不是一直跟着你呢 你女生还没注意安全啊 安婷 我这两天脑子 没那么热了 感觉有点不对劲 不是 你就前两天吧 说得好好的啊 说你只要勤奋啊 有人脉 你就能赚到钱 可是现在每天除了听课 就是让我给我们家亲戚朋友打电话 说让他们也过来啊 听课还得交钱 还想让我把我爸妈也叫过来 叫了 没有啊 没有啊 我开始想吧 你说啊 你这还没赚到钱呢 你把人叫过来 没说服力对不对 你得 多稳做出个样子来 可是后来就越来越不对劲了 他们每天都跟着我 走哪儿跟哪儿 而且 我打电话的时候 他们就在旁边听 我既有一次 他们 偷看我手机呢还 昨天开始就 不让我随便打电话了 那这先生已人身自由了呀 要不一会儿你就跟我们俩一起走 不行 你看 你们俩 小女孩的 他们俩的男的多厉害呀 我一受点伤怎么办 不行不行 我再想想办法 你说啊 你说 我要是真在找不来人 他们也不可能一直在捂着浪费时间呢 可是你自己的时间都浪费了呀 你不高考了 哎 报警 不是 不行不行不行 我这一高中生上这种当 太丢人了 不行 不是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怕丢人呢 你是不是 你男子汉大丈夫 敢做不敢当 好 好 好的 表姐 我先挂了啊 拜拜 怎么样啊 行吧 好 以后啊 你们俩就安心学习吧 到时候我成了千万富翁 给你们投资一个自己的误导室啊 我先走了 等等 我觉得你刚才说的那项目特别好 我觉得肯定能挣大钱 我回去就让我爸拿钱投资 他要是同意 我就给你打电话 啊 行 好 我先走了啊 好 我可以 civ可能 好 挺身的 哈哈哈 Entonces 先走了 驹呆 煹大钱 什么情况 找皮儿 嗯 这次我们所参与的九一七枪之案 虽然最后 嫌疑人被成功抓获 齐峰也因为救人 英勇负伤 但这其中 反映出来的问题啊 不仅值得 参与的人员反思 更值得我们大家 一起反思 师傅 师傅 您过来一下 想问您个事 齐峰 他真是照您的意思 去找那帮小孩 怎么了 也没怎么了 可能我就觉得 齐峰自从这个案子开始了 他就憋着有劲 昨天我们查车的时候 我也觉得他怪怪的 就好像有心思似的 就跟知道什么线索了似的 师傅 要是你们有什么事 瞒着我 我可有点伤心啊 吃醋了 吃醋了 你说你这个小子 跟着我这么多年了 怎么想问题还那么幼稚 我能瞒着你吗 是这样 因为小七他们家 离你这个地方很近 所以我就让他去了 那师傅 以后有这种事 您怎么也得跟我说一声 真吃醋了 人家吧 都是老爷们吃小姑娘的醋 你说你这吃的哪门的醋 行 行 以后有这种事 我第一时间向你汇报 行 不光汇报 你还得亲自去 行吗 行 一碗水端平了吧 端平了 我来 你干嘛呀神神秘秘的 我着急赶采访呢 咱先说好 我说了你 不许生气 关于老林的 好事还是坏事 说呀 关 关于西风的 我不甘心你听 你干嘛 说完 说 就 就上次你裙子上染的印泥 那是我弄的 喂 好嘞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当时我着急办事 还没来得及处理你就来了 你弄的 我一直以为是起风弄的 别提了 这事我呀 我也应该跟他说人对不起 害你把他误会那么长时间 关键你俩这毛绿现在越弄越强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了 小杨你怎么不早一点跟我说 我因为这事还跟他翻脸了呢 这样 等他出院了呀 我请你们俩吃饭 我做动 吃几顿都成 行了 这事就过去了 给你提了 小杨 你够意思啊小杨 得多注意这儿啊 慢点慢点 好 得多注意这儿啊 谢谢啊 谢谢啊 没事 走了 从今以来 这是头一回吧 好 你小子当独行侠那会儿 没想到这个吧 要 知道不足 勇于改正 就会成为一名好警察呢 要我说 留个吧也挺好 给你想了 长点记性 对 师傅 你怀懸余所没骂你吧 还好 还好 我上次就害你受伤了 你这次有统众打路子 上回那个事啊 是个突发事件 你说我要是遇到麻烦 你是不是也会出手啊 对不起啊 师傅 你小子哪儿哪儿都不错 就是有一点啊 太过自信 这个毛病你得改改啊 要不然 会甩大跟头的 你看啊 这个自信过了呢 就是自负 自负过了呢 就是自大 自大多了那么一点 这味道它就变了 臭字怎么写 上面一个字 下面一个大 中间就多那一点 它就变味了 怎么样好点了吗 嗯 没大事 您好 我可听说了啊 这次表现得很英勇 你 师傅教得好 你 嗯 行啊 老林 要出图了 那我还继续努力呢 佑总 李子涛的案子你也知道 在我侦办的过程当中啊 我发现了 家长负主要责任 由于啊 平时工作太忙 忽略了对孩子的管教 才导致了孩子今天的结果 其实像这种情况啊 这样的家庭很多很多 唉 我们家啊 也有相似之处 嗯 你知道小年啊 当年为什么起名叫林一年吗 她是林一年生吗 不是 那个时候呢 我也是很忙 顾不上家旅了 正好呢又赶上志愿边疆 回来以后 孩子出生了 她妈就说了 唉 你这一年没回家了啊 给孩子起个名呗 我当时也没想好啊 后来俺老婆脱口而出了 行了 一年没回来了 干脆就叫一年吧 零一年 零一年 这么起的名 那还真是有点草率 唉 你说 她妈走了以后 这孩子就一直跟着我 咱们这个工作兴致 整天让她担惊受怕的 问她什么呢 她也不说 唉 唉我现在呀 就是担心呀 嗯 你说万一有 啊 不法分子 给她挖个坑 让她跳进去 她再误入歧途 我该怎么办啊 我说老林 你这是想多了 小年多懂事啊 而且小年也没怪过你吧 是啊 怪倒是没怪过啊 其实与所有些话吧 在所里我不好跟你讲 你说这老百姓见到你啊 哎呀老林啊你真好 啊好民警 啊我们离不开你 我们热爱你 其实他们越这么说吧 我这心里越难受 是我是好民警啊 可我不是一个好爸爸 慢慢来吧 再说小年还有我呢 对对 你是她余大爷啊 你别说你说上 她还真就提上 我跟小年那是闺蜜 我们俩处得跟朋友似的 对呀她现在都拿你当妈了嘛 开个玩笑啊 可恶可恶 不过说来呢 我还挺幸福的 你看工作上呢 遇上了你这么一个好的领导 生活上呢 又遇上了你这么一个好朋友 行了别给我带高猫了 走吧 到饭点了吧 想吃点什么 马晓 行回头我买一点 你坐吧 你坐吧 我会上外头吃去 外边的不干净啊 不干不净吃了没病 拉肚子怎么办呢 我就当减肥了 我就当减肥了 好 哇 还能这么过来的东西 我是一只老鼠 一只飞头大耳 一身灰的小老鼠 可别小看我 我可是一位地地道道的美食家 我尝遍了天下美食 还参加过首届蜀国美食大会 好 晓晓 怎么自己来看风哥 也不通知我们一声 怎么了 想跟风哥独处啊 我那个逛街正好路过这儿 顺便来看看吧 怎么 你们带病号干吗去了 这不碰见病号 自己去拿检查报告了吗 什么情况 你们俩 喝好了 去 齐峰 大夫怎么说 那什么时候能恢复 会不会留后遗症 伤筋动骨一百天 要是恢复好 的话不会留后遗症 冯哥 这次可以啊 帅 你说这齐峰 终于不给大伙 给师傅拖后腿了 来了个不明则已 一鸣惊人 来 去区费 我不去区费 怎么这么多事 我都给你包了 就是 说谢谢 谢谢 客气 齐峰 说什么 发生什么情况 我听说你都被人绑了 晓晓 你不是过来采访了吗 你正好也问问 你采访采访他 我们大伙都听听 发生啥事了 对 你好好采访采访 回头呢再写一篇报道 就叫 继老林之后的 又一个警队英雄 然后再跟那个 第一篇报道做个对比 年轻警察的成长之路 你这可拉了 我这才拿到哪儿啊 你们看来些谦虚啊 这全面继承师傅的评论 一凡 你别评了 齐峰 赶紧说 这不快急死了 等等 你等会儿再让他说 那个 我们啊 先跟大英雄拍张照片吧 行 行 来 跟大英雄合个影 来 看啊 一 二 三 等一下 等一下 一 二 三 来 大哥 你这都弄半天了 能不能修好啊 别着急啊 哎 你这到底是谁家的鼓动 你这么伤心 我 我一同事了 我同事了 刘晓晓 我认识你这么长时间了 我才发现你原来还是个热心肠的姑娘啊 可 可是不对啊 这以前我们录音班那吴丹 让你帮忙写篇稿件 可没见你这么上心啊 老实交代 这不是同事 是男朋友吧 我求求你啊 你能闭上你那个八卦的嘴吗 赶紧凶 我这着急有急事呢 大姐 您这老古董都二十多年了 词头老化还受了污染 所以播放起来才会断词 我这刚把瓷头清洁完了 现在应该没问题了 那就是说 以后听的时候 它能连贯了对吧 这也没问题 但是你这瓷带有问题 你看 这好多地方都消瓷了 这个我没办法 那怎么办呢 这 哎 你会瓷准数字吗 可以啊 那抓紧吧 大哥 修好了姐请你吃饭 一言为定 老规矩 你请客 我掏钱 靠谱 齐封 四十六成 有药啊 那护士 你见没见着我那个录音机 这么大 银色 装磁带那样 没有 那磁带呢 磁带见过吗 磁带 这么古老的东西 别人哪里用不了啊 再找找 好 爸啊 嗯 怎么能这样啊 哎呀 下班之前啊 处理了一个打架的啊 你说这个现在这些人也是啊 一言不合就动手了 哎呀 师傅呢 我给你下一面 吃了 盒饭 外家 方便面 哎 我们一会儿 你做作业吧 爸 我有事想跟你说 我可的事啊 我要报警 报警 什么情况 李一出事了 他被那个 传销组织给缠上了 他现在通讯出入 都有人监视 还不让他回家 我们得把他们窝点找出来 把人移救了 你说的情况 舒适吗 百分之百属实 任意现在 不想公开 也不想让我报警 但是我觉得只有报警 才是 保证任意人身安全最正确的方式 你做得对 有困难找民警 不愧是警察的女儿 齐齐对小龙儿说 以后我就是你的小妈妈 小龙儿惊讶地说 小妈妈 怎么了齐大警官 你这生了病了 还给我打电话 大晚上不睡觉啊 好 知道了 拜拜 小生 小生 我们大概还要录多久啊 再给我十分钟可以吗 十分钟 对 我突然有点紧急的事 咱们稍微快一点呗 好的 好 小龙儿说 小妈妈 那 以后 在我伤心难过的时候 你会陪在我身边吗 各位 我已经报警了 我爸单位的叔叔阿姨 会解决这件事情的 你们不用行动了 好 尴尔 你这么报警好吗 人益她不想公开啊 我仔细想了一下 还是得报警 只有警察才能保护人益 我们擅自行动 只能害了他 女儿 好了吗 好了 爸爸去趟索里再布置一下 你把我刚才跟你说的 告诉你的同学 好 紧张吗 害怕吗 我害怕 不愧是 民警的女儿 任意 我跟我爸商量过了 他决定拿出两万块钱来投资这个项目 如果有成果再追加投资 你过来 好好给我讲讲是怎么赚钱的 给我把点信心 我把位置发给你 你快点过来啊 我还有两套卷子没做完呢 我还有还没做完呢 你可能会帮我 我还没做完呢 你会让我rian 我可以告诉你 我还没做完 你可能会发声 你可能 associ交友 你可能可以帮你 你就是你 刚才肯定的 你不是说我 我还是站到我 我心里就是你 我决定的 我需要充断的 别紧张 有我爸呢 小年 什么情况 不是他们的人吧 他是警察 我爸都已经准备好了 我说你这执行任务 还吃那么多啊 多给你吃两个 他就能够过来啦 过来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怎么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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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芳给我打电话 说你们有任务 让我替他来了 你替他 你们两个人不成成朋友 世界变化真快 别废话 走了 走了 每个人只要交够 我们八千块钱的产品 再发展至少四个小伙伴 比如说 你们的家人啊 亲人朋友什么的 谁啊 我是你家楼下的 你洗手间漏水 都漏到我家去了 我这儿水好好的 怎么没漏水啊 我洗手间的天花板 都在滴水 不信你下来看看 你把门打开 我看看你总闸关没关 你是我们楼下的 我怎么没见过你啊 哎 哎 你们 什么搞错了 都蹲着 手包头 我们是直销不是穿销 什么搞错了 看住了 对啊 那带我去 走 蹲着 包头 走 老实点啊 你好 我叫刘晓晓 你今年多大了呀 我九九年的 九九年的 哎 那你能告诉姐姐 是谁带你来的吗 是不是被骗来的 你不用怕 现在你很安全 你只要告诉姐姐 你是不是被骗来的 就行了 我没有被骗 我在这儿挺好的 那你知不知道 传销是犯法的呢 我们不是传销 我们是直销 那你告诉姐姐 平时你们是怎么操控的 我们 你看 你看啊 现在这些警察叔叔们都在 他们不敢把你怎么样 所以你想说什么 告诉我就好了 好吗 你谁啊 这些事跟你没关系吧 我是记者刘晓晓 提醒你一句啊 是非黑白 警察们自会查清楚 你还是自求多福吧 你少管闲事 要不然你自己小心点 闭嘴 老实点 好的 太好了 有了这张图 回去又可以找一次联合行动了 同志 你们有这张图也没用啊 我们是直销不是传销 你们的人已经被我们抓了 刘春林 王瞳 你别说你不认识 带走 站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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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手抱头 手抱头 一个月跟王一走 抱头 任意的父母不在家 我让他和小年先到休息室休息了 那些被骗局搞传销的人 资料都录完了 就差连一个他们家人 就没把他们送到 这里边有点仔细分辨啊 别再有那个传销组织的头目 好 挺吃点啊 别动 哎 先帮我送到审讯室 好 坐 你不好好养病 你跑这儿来干吗 那行动前许一帆跟我说的 在这儿我这商业没大事 这人什么情况 也是搞传销的 不知道怎么察觉了 他跑了一路就跟了一路 结果倒好 让我发现了另外一个 传销组织的窝点 就在莫兰派出所的夏区 还没来及通风报信的 我就给摁了 大概了解了一下 有十多个都是被骗过来的 多数都是外敌人 这人你是怎么发现的 师傅教的呀 后脑勺长一眼睛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行行行 以后再碰到这种情况 及时通报请求支援 别一个人愣头愣脑往上冲 是 那个慕兰派出所 哦 我去跟他们诚所说 一块把那窝点都端了 嗯 你歇着去吧 没事 我趁她还没想好怎么编故事 先给她审了 行 那我先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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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晓晓 哎 你不是走了怎么又回来了 不做亏心事你怕什么呀 你在我办公桌这偷偷摸摸干嘛呢 我是在做好人好事 这是你的录音机和磁带 顺便送你个U盘 刘晓晓你什么毛病 随便拿人东西啊 能不能听我先把话说完 我承认 我拿这个是我不对 像是那天我看一个这么复古的录音机放你床头 我真的是好奇就拿起来听 哎不是 那个 你这录音机的磁头 我已经找人帮你清洁过了 里面空缺的部分实在是补救不了 但是我请专业的人士 用磁准数字的方式 转化成MP3 存在那U盘里面了 还有空缺的部分 我也帮你补好了 我那天听 里面的故事发现 都是我们小时候听的 但我的第六感告诉我 讲故事那个人 对你来说应该挺重要的 所以 我就 把他拿走 帮你修了一下 没想到 对不起啊 这个 这里边的故事都是我小时候最喜欢听的 我妈帮我做的 小时候我爸妈工作忙经常不在家 所以我把我自己一个人睡觉 习惯听我妈讲故事 这么多年 还是得习惯 睡觉请听 谢谢啊 不谢 声音的部分 我尽量是按照阿姨的声线去调整的 可能不是很像 但至少 你以后听起来的时候 它是完整的 行吧 酒也不早了 早点回去 就刚出院 得注意身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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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